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OK,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我會說中文,所以 翻譯是可以聽到的嗎? 可以聽到正確嗎? 我會說漫漫,是可以嗎? 好,謝謝大家來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這個題目有點太不sexy了 就是太不吸引人了 但是其實這是一件 Ginley V秘密大公開的場子 那怎麼說呢 剛剛討論到說 Ginley V已經活了12年了 但是我們第一次開始向社群募款 那有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一個去中心化的組織可以持續12年之久 那其實這一場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個秘密 那昨天智欣說 開源社群的bonding是來自於自己的認同和投入 所以那是一種愛 那愛是開源社群的核心 所以你其實要做的事就是在你社群中對彼此的確認 對彼此的確認這件事情我有非常強烈的感受 那因為在過去 在這兩天我非常吃驚來了非常多國外的訪客 那這些訪客不遠千里而來為什麼呢 我想因為在台灣其實Ginley V的聲量一直都比它在國外小 就是我們似乎在全世界被看見的狀態比在台灣被看見多 那我覺得我們的那些知音者就在茫茫的這個世界的各地 那所以呢 你要 我就想到那徐志某的一句話 他說我將於茫茫人海中尋找我唯一的靈魂伴侶 得知我信不得我命 謝謝亞維 所以我們呢其實 那你要怎麼找到你的靈魂伴侶呢 我昨天有聽到就是泰國的社群參與者 他們想要在當地開始一個Ginley V類似的社群 那所以我們其實這場裡面整理了過去12年來 社群怎麼運作 然後我們怎麼開始這樣子的社群 然後跟大家分享 所以讓大家可以在各地都可以 在你的學校裡 在你就是你所在的地方 都有機會找到你的靈魂伴侶 開始一個社群 所以這個其實是個戀愛叫戰手冊 並不是一個這個公民科技手冊 這麼硬的 就是有點無聊的手冊 其實它是教你怎麼找到 跟你有相同的理想 然後跟你有相同的價值觀 然後你們可以持續的協作下去 那我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那個哲偉 那他是我們現在舊松團的團長 那附下的重責大任讓我得以出坑 我非常的感謝他 好 感謝伊燦貝的說明 其實這才 剛才伊燦貝提到的真的是一個核心的精神 當然我們不太可能在手冊上面寫一個 厲害的叫戰手冊 但怎麼樣在這個茫茫人海中形成這個社群 大家一直以來都有這個好奇 那我們也覺得有事時候是把它做一個整理 我們都知道GENV黑客宗是整個社群裡面一個元素 它有黑客宗有很多的專案有project 有人甚至open source也有開源的一些資源 那透過大概從去年開始 我們邀請了很多的貢獻者 一起來形成這個GENV的公民科技社群跟專案的這個handbook 因為我們想要把這些經驗把它整理出來 那透過幾次的國際交流場合 還有NDI這個組織的贊助 我們有推進這樣的進度 那舉例來說我們在台灣的部分 從本來的GENV黑客宗現場跟大家交流之外 我們也到苗栗 然後到這個台中等等的地方 那在國際上呢 也藉由像在泰國清邁的人權的工作坊 還有就是在幾個FTO Based in the Ocean的黑客宗現場 也讓更多的國家朋友一起來討論 那今天到了GENVSUMIN 也是一個機會再繼續深化這樣的方向 那這個黑客宗的這個手冊 社群手冊已經是online的版本 所以你也可以找到PDF的版本 或者有網頁閱讀的版本都可以 我主要用這個架構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一次手冊有處理到的面向 在上方呢你會看到是Civitech community 它怎麼樣運作 How it works 跟怎麼針對這個年輕的世代 有沒有觸及到不同國家 在年輕世代有沒有一些琢磨 所以有底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把一些場域的案例 做一些採訪跟書寫 那在專案的部分 project的部分呢 你也看到在GENVSUMIN 各式各樣的專案 我們也好像抓出一些通則也好 或差異性 那特別針對在東亞跟南亞的部分 不同國家的地區 它的多元性跟有一些議題 最後一個在針對政府的角色 不同國家上 政府對於公民科技社群跟專案的影響 是什麼面向 我們也上次做一個整理 那透過像在GENVSUMIN的人權工作坊 邀請了很多的不同國家背景的朋友 他們透過學習單的方式 我們首先先讓他說明一下 他在生活的國家或區域 有什麼樣的內容 他知道的是公民科技社群的存在 甚至他耳熊能下的專案是什麼 先告訴我們 那例如說我們在FTO也有做類似的操作 例如說在地的Community的樣態 組成的Background的Member是什麼 背景是什麼 專案 專案是什麼之外呢 遇到什麼挑戰 也是一個透過學習單 很快速的讓交流的朋友 可以回饋給我們意見 所以你現在已經可以取用這整本的資源 包含PDF跟網頁線上的閱讀 那連結在今天的大會的HackMD的共筆裡面也有 那簡單來說我就用幾個主要的架構 目錄架構跟我們發現到的一些事項跟大家做說明 Chapter 1跟Chapter 2 基本上是針對GENVSUMIN科技社群的發展歷程做一個歸納 那我們歸納出一個階段 其實回顧來看 是有一個階段的架構 協助如果想要發起的人 他可以來想一下 我目前社群們在現在狀況下是什麼樣的處境 那或許下一步先做什麼再做什麼 這可以有一個指引 那核心的原則我們可以看下方核心的原則 是維持社群凝聚跟認同感 就比較是有呼應到這個抽象的精神層面的面向 舉例來說 我們GENVSUMIN社群呢 例如說半黑客中很重要 每一次的大松的小幫手 我們就會把它記錄起來做感謝 那像不同的計畫 像社群裡面有做web3的朋友 有在做shoutout的計畫 可以做一些頻道上的讚美紀錄 像個別的專案 也會在小區的貢獻上做一些名單的呈現 讓大家會認為說 來參與社群參與專案是一個有參與度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在台灣回顧來看 推動這樣的公民科技社群還是有幾個面向 到底是借力使力還是可能遇到一些課題 這是可以討論的 例如說公司部門開放資料的開放程度 在2012年的時候開放資料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視為一個挑戰 也變成一個題目大家想要去處理 那現在假設已經有開放資料 或許又演化到其他的階段了 當地有沒有已經有相關領域的社群交流平台 以台灣的開源社群來說一直都有存在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 形成一個比較針對公共議題 生活議題上的公民科技社群也是一個基礎 像公民參與社會的氛圍的活躍度 台灣的很多NGO團體各單位的非營利組織 是相對有在行動上活躍的 所以也可以跟這個公民科技社群做合作 最後就是公司協議的順暢度 今天我們針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 甚至資料不開放 那個管道在哪裡 有或沒有 也會是這個社群 在挑選重要議題上的一個評估 那Check-up 3的部分就會回到專案 畢竟我們匯聚成一個公民科技社群 我想做專案做突破還是一個大家的起心動念 所以回顧了GNV 我們自己就能觀察大概有200個成型的專案 成型就是說Project做完 甚至有些已經走到倡議的階段工作完成 所以這200個裡面我們嘗試抓一個結 算是一個角色 所以你會看到人員裡面有包含提案者 提案者不等於執行者 也可能當年說他挖了一個坑但人不見了 但是後來有人覺得這很重要 繼續往下做 所以會有提案者坑主跟核心團隊 還有持續的貢獻者 還有一個是佛系的隨緣貢獻者 例如說你要鍵盤OCR 那大家來幫你Key個文字 你要用衛星圖來找違章工廠 那我幫你做一個小遊戲幫你找出來 這就是Crosourcing的一個想法 那當然在右手邊你就會看到有一個架構 從議題的開始探討到一個專案藍圖 我知道下一步的工作開發商要做什麼 到長期的維運 那透過幾次的跟坑主們的交流活動 我們大概就請他們貢獻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這個學習當然也是一樣 在有一次場合邀請了許多的根主 他把自己的專案用這樣的一個架構 有點是提檢表 他的專案舉例來說這個中央總預患視覺化 這是社會人士可以參加的 應該說只有社會人士參加 那他已經完成族行 然後也算是一個階段型的真正商業 讓主機總處政府的相關單位 也做了一個視覺化的圖表給大家看 那這裡面後面還有一些數位工具上的重用性 包含說他後來也有在意大利、日本、巴西聖寶 做一些地方預算的視覺化的應用 那或者說像Cofax的根主也有貢獻他們的一個專案經驗 所以你也看到他需要多人的跨界 而且也有這個明確支援更多的專案超展開 意思是說他所產生的資料又讓更多的 可能是商業公司的防炸的軟體也可以使用 所以在甲訊息的生態系裡面 他希望扮演這樣的角色 那或者像這個很真實的空間議題 違章工廠 那由NGO來發動 一個地球公民基金會來社群來做一個挖坑提案 邀請大家來做貢獻 它是數位為主、實體為輔 因為你要走到違章工廠前面拍張照 還是有實體的面向 怎麼樣做照拍照通報 那這個其實就有很多的學問在裡面 總之來說我們大概這個手冊內容 會繼續延伸下去 搭配在專案的坑竹小聚跟大補帖的共筆 也就是說今天面對新的議題想要挖新的坑 其實應該還是有一些參考怎麼做專案的方案 我們會繼續往這個方向來做內容的深化 那手冊的第四部分 Chapter 4的部分 就我們做一些簡單的review 看看幾個國家的公民科技專案跟社群的概況 這邊就不細談 不過大致上你可以看到我們列舉了一些東南亞的國家 那主要在一些觀察上 是針對政權對於公民科技發展的影響 那我想這個也可以蠻感同身受的 早年有GV.HK的社群 那當然現在就比較不太適合再繼續運作 所以政府對於 縱使這個城市或這個科技社群是很蓬勃 但是政府對於言論自由的管制是還是有一些影響 以至於說個別的貢獻者 他沒有太多的政治資本或社會的資本情況下 不太敢跳入這樣的公民科技社群去做參與 那這當然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如果今天在政府跟民間還算有一個協力的架構情境裡面 我們也針對台灣的情境抓了大概六個面向 那當然不同的業務領域有不同的發揮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參考怎麼樣推動公私協力的情境 那接著我們就聚焦到在年輕世代的參與公民科技社群這樣的角度 那這一次也特別我們在FTO和Facing the Ocean的場域邀請了 日本跟韓國的年輕世代還有幫忙台灣的學生們 一起來參與 我們觀察到U22 22歲以下的年齡層 逐步的投入個別像COVID Japan COVID Korea跟GNV社群越來越多 那學生當然因為還有學習的壓力 要上課大學也好或高中 所以有時候沒有辦法那麼自主的調控時間 那參與上也有一些建議 舉例來說如果可以跟他的求職跟求學上的一些Gi的串聯 或許對於他做專案投入社群是有意義的 所以這部分也可以再變成我們在社群經營上的一個想法 另外就是好像也不太需要另外創一個專屬於學生的社群 因為反而那樣的多元性又比較減低了 反而是讓這個學生進入的門檻稍微降低一點 甚至促成一些更符合公民科技專案的相關競賽 不至於說他想要實踐這樣的理念 可是有時候去的是商業公司的商業黑客中競賽 或其他的學術導向的競賽 以致於這樣的精神沒有被啃認到或者被支持到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們的觀察 那接下來其實會有一些手冊的成果 階段成果再往外拓展的部分 像伊沙貝去年度的10月也在美俄國的IGF的論壇 分享這樣的手冊成果 那今年就預計我們希望在歐洲的經驗跟美西的經驗 也可以有些對話 例如說在柏林 當然比較近的FTO 8月份在Yukohama的活動 那也可以繼續再深化這一部分 那GNV目前在 Silicon Valley 也有一些社群的朋友 那我想這邊也可以直接來做一些線上的溝通 這是目前未來 今年度預計在推廣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會 蠻感謝這個機會 就是也邀請了COVER Japan跟COVER Korea 兩位學生的代表 那我們邀請他也分享一下他們看到手冊 回到自己的生活經驗、學習經驗上 有沒有什麼想法 所以我們首先先邀請Yukah 來分享他的經驗 So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我們掌聲邀請Yukah Open your slide Open your slide Yeah Here's the canvas Sorry Present the show OK Alor I will hold this for you 這是… 這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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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ope we can make time to think about we would like to make the civic tech project in the future I'm a master's student in Japan studying psychology especially I'm interested in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implementation in medical access for all people I joined in Facing the Ocean, Jeju last year, 2023 then participating in this handbook project after I got back to Japan from Facing the Ocean, Jeju I started collecting case studies Japanese case studies to include in the handbook in Japan, I belong to Google Developer Student Club it is a student developer committee and a Wafu committee and it is a student committee based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help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 to break into the IT industry to collect the cases I told them about the handbook concept and posted that I'd like to please tell me any project with the civic tech criteria you would like to share in this handbook then I could collect five projects and write down the article sent them to handbook it is a really short story but from this experience I learned a lot and what I have learn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ject can divide it into three categories first, it is an insight from dialogue with the leaders from civic tech in Japan through the process, process correcting the cases I was able to interview Mr. Furukawa who has been involved in civic tech activity at Code for Sapporo one of the branch of Code for Japan in this interview, I was able to ask him about what he found difficult in promoting his project and his reason for continuing with civic tech for a long time what particularly stuck out to me during the interview was the importance of deciding how to end the project instead of how some spontaneously disappearing in many projects the project holds up when there is no longer a social need for it to end the project with a good relation between the team member good relation between the member it is important to discuss and decide among the team member when the team is launched and what criteria will be used to decide when to create secondly, I was able to reflect on the project and activity I have been working on through dialogue with various people if civic tech is different, oh sorry when I was running any project in my life I was not able to make much time to look back when it did not work and think about why it did not work however, through this project, I was able to reflect on my action one, when I faced difficulties and sublimates changed them into more general knowledge in my mind thirdly, I gained one or more perspective to use when challenges arise in the project before joining the project, I had been working from a perspective how can I create and promote better project however, through the project, I have gained new perspective on how to help more people create better project and how to create environment for them I think both perspectives are important however, which perspective is more vital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and the goal I want to achieve this project has taught me that I can new two perspectives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or approach a project with both perspectives spontaneously the topic I tell this presentation is unfinished finally, I think civic tech can engage other domains for example, science, research, welfare as a domain so, thanks to experience, I would like to contribute to building between these areas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hank you Thank you let's ask Go for Korea go for Korea go for Korea wait a second yong yong yongj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yun준 Song and I'm here to talk about my experience from civic tech I'm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of Konkuk University located in Seoul, Korea, majoring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my interest is cybersecurity like digital forensics. Facing the Ocean Mid-Hack serves as a community for civic hackers living in the West Pacific Ocean region. In 2023, it was held in Jeju, South Korea, and I would like to mainly talk about my participation in the civic tech project and community handbook session during that event. In that session, I explained about the limitation of civic hacking in Korea. The limitation was followed. So, most students in Korea have difficulty participating in organizations such as Code for Korea due to lack of resources and experience and grade management. Among them, resource shortage is the most serious. Participating in contests to seek funding is so difficult to be selected because the personal opinions of the judges are included in this process. Even when I was working on a project related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ection, it was difficult to be selected for a contest. And there are ambiguity i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Therefore, it was argued that 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mentoring program, university, credit certification, and scholarship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increas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civic tech inquiry. And by listening to current status of civic tech in Japan and Taiwan, I was able to think about the direction in which Korea should move forward. In the case of Japan, civic tech-related competitions are hosted and resources are provided. And related projects are said to be very helpful in the job market. In the case of Taiwan, they said they would choose topics related to students or contribute to civic tech projects such as Gova00, School001. To summarize, the sold out got from civic tech projects and community handbook sessions are as follows. An environment where civic tech-related activities can be recognized by universities or companies must be credited to change perception so that this technology is considered valuable. Additionally, it is important to build a community community that you can easily participate in rather than community for use. Finally, it was a very meaningful time to talk about these cues with students and civic technology expert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I can realize from discussing with people I would not normally meet and exchange opinions with each others. This was my experience with the FTO 2023 Civic Tech Projects and Community Handbook Sessions.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hank you. 好,感謝兩位從不同國家但是也是不同世代的角度來看到當時在紀州島的面海松的參與 還有就是這一本手冊出來的一些架構跟看法 其實有往下做一些發酵跟延伸 所以最後其實公民科技手冊這樣的一個契機 讓台灣的社群參與者也貢獻了很多的內容 同時今天我們嘗試跟不同國家的朋友也邀請他們來針對這樣的內容來做討論 所以接下來的這個今年就剛才提到2024年 還是會有希望再拓展一些對話 所以包含其他的FTO的場次 還有在可能有機會在歐洲或者在美東的頻道社群 其實還可以再去討論這一塊 那裡面也是提到還是有蠻多需要深化的 因為我們剛才看這個我們有正在處理的面向還是有一個部分的局限 以及說關於今年世代 剛才大概是觀察到一些趨勢跟議題 怎麼樣真的變成執行方案 兩位都有提到一些在他們的經驗上覺得可以再往下做的 那當然這裡面就變成是我們還可以把它變成行動方案再去執行 那以上的內容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到這個議程的尾聲 那如果有任何想要追蹤的資訊或跟這個手冊有一些更積極的討論的話 你可以加入到Geneviz Slack Channel 我們的周松的頻道 J-O-T-H-O-N的 Slack Channel 那我們可以在上面直接做一些內容的交流 那我們的 因為剛才我們議程助理是說沒有Sliver的問題 還是我看一下 檢查一下 從整 audience 或者現場如果有特別想要詢問的問題也可以直接舉手發問也可以 有人想要在自己的生活領域裡面發講 來 我有個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從剛剛那個救送工作坊跟就是開放國會 然後這樣一路聽向 然後聽到那個Isabel說 就是好像在國外的聲量比在台灣大 然後我也蠻好奇 就是這個手冊到各地去分享跟討論的時候 她的回想是怎麼樣的 就是說會不會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種公民科技現在還對大家來講是一個相關的議題嗎 她還在那樣子的重要性上嗎 在這十幾年後從整個矽谷過來的好像是不是 她 對啊 我不知道 我覺得公民科技做為一個Buzzboard當然是已經被取代了 現在Buzzboard顯然是AI 所以她已經不是一個Buzzboard 但是當她不是Buzzboard的時候 她還是有核心價值 她已經是在 因為我們其實並不 並不著眼於公民科技這個詞 而是提供一個協作的方法論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協作就是 你想要去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identify一個問題 然後去找一群跟你有相同價值 然後有需要的技能的人 一起開始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論 所以我其實不在意是不是公民科技 那到國外去通常 就是我到IGF去的時候 得到非常好的回響 當然那是一個同溫層的地方 那所以 所以其實 就是世界各地的有在做這樣的事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在嘗試解決一些問題的人 那他們就會覺得 這樣子的方法可能對他們是有價值的 那我覺得這樣的方法 其實我最想要推廣到台灣的年輕世代 因為我覺得在AI時代 你能夠你要學的方法就是這一套方法 你要會問問題 然後你要知道問題是什麼 然後你會用科技工具 然後你能夠系統性的去看一件事 而不是碎片化的去做學習 然後你會自學跟協作 這些我覺得是在AI時代生存的技能 然後這些技能我覺得都是在我們實踐這件事情 這一套方法論裡面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學到的 好 那感謝面具的提問還有Isabelle的回答 那我們這個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再次掌聲感謝Cover Japan跟Cover Korea的兩位學生的朋友 一起來參與 那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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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